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 这个自然界所发生的一种现象 叫做碰撞 那任何的碰撞呢 基本上它都遵守一个原则 就是动量守恒 所谓动量守恒呢 就是整个系统撞前的动量呢 必然是等于它撞后的动量 但是如果它在遵守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撞前的动能呢 如果等于撞后的动能的话 那这种碰撞呢 我们就称之为完全弹性碰撞 那为了简化起见呢 我们就先讨论一度空间的这个弹性碰撞 所以它遵守的原则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动量守恒 就是撞前的动量 我们以两个指点为标准来讨论 那这M1呢 就是第一个指点的质量 它撞前的速度 是V1 那因为它是一度空间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需要加上向量的符号了 往右是正的 往左是负的 然后加上M2 第二个指点的质量 撞前的速度 必然就会等于呢 M1 V1 Plung 这个V1 Plung呢 是第一个指点 它撞了以后的速度 然后加上M2呢 V2 Plung V2 Plung是第二个指点呢 撞了以后的速度 这个是遵守它这个 动量守恒的一个方程式 那如果动能守恒的话 就是撞前的动能 就是二分之一 M1 V1 Plung V1 Plung 这是动能的公式 加上二分之一 M2 M2 V2的平方 必然等于它撞后的动能 整个系统的动能 所以它会等于二分之一 M1 V1 Plung的平方 然后加上呢 二分之一 M2 V2 Plung的平方 那整个系统在碰撞的过程当中 如果这两个公式 都是适用这种碰撞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 完全弹性碰撞 那么我们依照上面的公式呢 我们就导出这个 就是两个指点 分别在它撞了以后的速度 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呢 来求 那我现在利用这个公式呢 来讨论我们这个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呢 假设是M1呢 如果极大于M2的时候 而且我们把第二个指点的 当初的速度呢 把它设成零 就是它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马路边呢 停了一辆小的车子 那有一个大 很大型的车子 比如说 我们讲一个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一万公顿的大卡车 那如果去冲撞到这个 停在路边的这个小车子的时候呢 我们利用这个公式来讨论呢 撞击以后的结果 从这个公式 我们把V2设成零的话 这个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这一项可以拿掉 那拿掉了以后 你可以发现 如果M1极大于M2的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怎么样呢 发现V1plung呢 就会等于V1 等于大卡车 它还是以它原来的速度呢 冲过去 但是V2plung呢 它就会变成两倍的V1 等于小车子被撞了以后呢 它以大车子的两倍的速度 往前冲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那第二种呢 假设两个质量是相等的情况之下 就是M1如果等于M2的话 你可以发现从公式的探讨里面呢 因为这两个这边就会变成零 这就变成V1plung呢 就会等于零 那V2plung呢 就会变成V1 等于它们变成是动量跟动能呢 是产生交换的情形 这是第二种可能性 那第三种呢 假设是M1呢 极小于M2的时候 从公式的探讨当中 你可以发现到 小车子 小型车 以一个速度呢 去撞击到一个 停在路边的 大型车的时候 从公式的当中的探讨 你可以发现呢 V1plung呢 会等于负的V1 但是V2plung呢 你可以发现它等于零 大概就等于 可以弹回去就对了 所以由这个以上的讨论 你可以发现呢 碰撞所发生的现象呢 跟质量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种碰撞的模式 叫做完全非弹性碰撞 这个模式发生的条件呢 就是说当两个物体 撞了以后呢 形成一个结合体 那符合这种模式的碰撞呢 我们就称之为 完全非弹性碰撞 最明显的呢 就是我们来测速的 测这个子弹的速度的一种工具呢 叫做冲击板 当这个子弹发射出去以后 撞击到这个木块 那它就 相入到这个木块的里头 就形成一个结合体 那撞了以后呢 这个木块呢 就会摆动 由它的摆动的高度呢 以及它的角度呢 我们可以推上回去这个子弹呢 离开枪口的速度 下面呢 这个公式呢 就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一个 推导的一个公式 因为任何的碰撞呢 它当然基本上是遵守动量守恒的 那所以它这个是两个指点 如果做一个完全非弹性碰撞的话 它撞前的动量呢 当然是M1V1 加上M2V2 那结合体的质量呢 是M1加M2 那这个V'呢 就是结合体 它两个做完全非弹性碰撞以后的 结合体的一个速度 那实际上这个速度呢 也是它质量中心的速度 我们假设呢 有两个指点 质量是相同的 那如果是M1去撞击到M2 M2假设是原本是静止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系统 那用这个呢 去撞它 以V的速度呢 去撞它 那两个质量相等 所以就变成撞前的动量呢 是M 因为它的质量都假设成M 所以撞前的动量呢 就变成M乘上V 那撞了以后的速度呢 因为它是形成一个结合体 所以它结合体的质量就变成两倍的M 好 乘上V'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结合体的速度呢 变慢了 变成这个二分之一的V 我们用这个例子呢 来做说明 就是说 完全非弹性碰撞呢 它撞击以后的速度呢 其实还是跟质量是有相对的关联性的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